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师一木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园昆仑山北路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 数十年来一代代兵团人把异乡当成家乡扎根新疆建设新疆 近日中新网记者探访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师一木场 在这里见到了来自四川和河南的两个家庭 2019年是李金郎来新疆的第25个年头 1994年18岁的李金郎从四川宜兵拱县来到和田当兵 1997年退伍后留在了新疆工作 航母出身的李金郎放下钢枪拿起木鞭投身生产活动 虽然兵团条件艰苦但李金郎仍然坚守在这里 劳动之余一到家乡的炒香肠就能缓解他的思乡之情 这种是老家的腊肉 这个是香肠 老家每逢各季杀一头年珠全部做腊肉 经过延熏一年四季不坏 经过赴本命的这个做法我们全部结成下来 刚来新疆的时候李金郎没有想到自己会永远留在这里 2001年李金郎结婚后妻子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也来到了新疆生活 随后两个女儿在新疆出生 李金郎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新疆 现在他担任兵团十四师一幕厂一连的副连长 在这里时间越久就越舍不得离开 新疆是我们家 已经在这个地方待了 新疆待了二十多年了 感情比较深 在老家才待十八年 新疆待二十多年了 每逢想家的时候就做些家乡的特色 这种特色我也永远继承下去 以后教会孩子 我们是来自四川 但是新疆也是我们家 同样扎根新疆的还有来自河南商丘民权县的郑彦宏 2004年他和自己的丈夫迁居到新疆 刚开始也是想着是新疆没有来过 想着是没啥感想着是到新疆去看一看 当时是父母是不同意的 我们就还是我是做了父母的饲养工作 从那来了以后 当时是过来看一看 来到地方以后 想着是感觉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文化 还有这个人文朴实 他们这都挺好的 就一直待下来了 就一直在没回去 初来新疆的郑彦宏有很多不适应 她也曾哭着想要回家 后来她应聘成为 一幕场幼儿园的一名老师 忙碌起来的郑彦宏 渐渐地从工作中找到了自我价值 看到孩子们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她也感受到肩上陈丁丁的责任 我们幼儿园就是现在吧 就是本地的老师 就是除了两个少数民族老师 就我一个还有一个汉子 两个 一共是四个老师 但是为了这个孩子 我们孩子要坚持待下来 为这个孩子 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为了这个孩子有美好的明天 为他们坚持下来 继续待着下来住下去 揉一揉 揉到面它要筋道一点 越筋道 它感受到面越好吃 郑彦宏厨艺最拿手的 是做家乡的手擀面 逢年过节 她经常邀请少数民族的朋友 来家里吃饭 身处异乡 手擀面也成了连接 郑彦宏与家乡的一个纽带 手擀面我们老家 就是每天都在吃 8月15嘛 中秋节 中秋节也是就是 就像一个美娘过年一样 就是 就是做家乡的味道 反正是家乡的口味 做一桌丰丰的一家人 坐在一起 吃一吃 聚一聚 最主要的感受 做到这个就是 会想家乡 现在 郑彦宏的丈夫 在兵团三连负责生产工作 她的两个孩子在和田读书 一家四口 早已把新疆当成了自己的家乡 04年到这 15年 15年已经就习惯这里面生活 而是 我是 已经把这真正当成我的家 也可能是 河南 那不过是 就是心里面的一个家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是在这 起门 几十年来 数十万兵团人从中国各地迁居到新疆 他们在边疆安居乐业 把一乡当成了家乡 对新疆的经济开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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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